女星李沁多次遭男主演 嫌猪手侵害 曾现职场性骚扰风波 白鹿罗云熙疑似恋爱 拍摄时尚大片暧昧氛围浓 两个人对视吞口水 白鹿罗云熙火遍各种圈 不管是视频还是图文 到处都有他们合体营业的影子 白鹿和罗云熙一搭现代剧 伴是秘堂伴是商 就曾传出过恋爱消息 只不过两个人都未承认 白鹿在一搭拍摄现代剧杀青时 主动请罗云熙留足档期 一起拍摄仙侠剧 一部电视剧的悬角是要顾虑 各个方面的 白鹿强烈要求罗云熙做男一号 这肯定不是因为他认可罗云熙的演技 白鹿想二搭就说明了他对罗云熙有了那种情愫 女生若是对一个男生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 会在很多小动作上体现出来 白鹿和罗云熙拍摄亲密戏份时 一点都不尴尬 其实已经证明白鹿已经沦陷在罗云熙的柔情里 当然 罗云熙也早就已经对白鹿一往情深 虽然说罗云熙对游戏的痴迷程度大于爱情 但遇到了白鹿 他似乎变了 在拍摄长月静明时 罗云熙白鹿会在空闲时 一起玩游戏 罗云熙仅靠着白鹿 视线却不在游戏上 足以说明 遇到了心心面面的女生 男生是可以舍弃游戏的 白鹿和罗云熙面对着扑天盖地的恋爱说 选择保持沉默 应该是顾及事业 毕竟 一些艺人在签约时 是不允许恋爱的 白鹿和罗云熙也许是因此无法公开恋爱消息 KoCP是非常上瘾的 白鹿和罗云熙 让网友从剧中磕到了现实生活当中 若是白鹿和罗云熙互动如此高田 两个人对事实都能拉丝 还不是爱情 那么 爱情到底是什么 白鹿和罗云熙演技的确不错 但爱这件事饰演不出来的 不爱绝对没有他们俩那些电光石火的视觉交融 白鹿和罗云熙若是公开恋情 对他们而言只会更火 绝对不会殃及事业 网友们从未如此渴望男明星和女明星在一起 罗云熙和白鹿不要再骗自己 那些吞咽口水 呼吸急促的画面 已经彻底出卖了他们 罗云熙是宝藏男孩 白鹿是直爽可爱甜的女孩 天作之和 千万不要辜负大众期待